血栓的这个部分 我想大家可能一知半解 那就这个血栓 其实它就是生存静脉 形成了一个血块 那这个血块呢 会造成血管的阻塞 听起来很简单 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实这个血栓 常常发生在四肢 四肢哦 四肢开始 尤其是脚 我以为是心脏 不是不是 所以大家一般 尤其是根据医师的临床的解说 大部分都会在单只脚 单只发生 那你就要特别留心了 所以通常比较不会是四肢同时 对对对 单只发生的几率还蛮高 那这时候你可能就要留心了 尤其是从脚开始 所以它基本上 只要堵塞之后 它就会回流 然后堵在你的肺 那就变成肺酸塞 堵到你的脑 那就变成脑酸塞 所以是这样的 所以它是从逐步开始酸塞 然后回流上来 血栓会遗传吗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相信在座很多 网络上的朋友 应该都没想过 这个问题 其实血栓它会遗传的 它是先天跟后天都有影响 所以你如果先天遗传 然后先天失调 后天又不良 那是不是更严重 你已经有血栓的体质 你先天就遗传到 那你后面还进行危险的行为 或者是你常久坐久站 那或者是你是问奖或空服员 或者是贵姐贵哥 那你本身也就血栓体质了 你又从事这样的一个工作服务 那你是不是加深了血栓的一个高风险提高的机率 先天加后天 对所以先天自己有没有血栓体质变得很重要 如果你自己已经高风险了 原本就是那你就会避开这样的行为 那我们知道血栓高风险族群 其实是孕妇 孕妇 孕妇你在怀孕期间你发生的血栓是一般人的五倍 五倍 所以如果这个妈妈先天上就血栓体质了 又怀孕 那她是不是比一般的妈妈更危险了 哇 所以就要更留心自己在怀孕期间 就要跟医生不断的咨询要小心这一块 所以很多妈妈不知道这个 怀孕期间的血栓是一般常人的五倍 哇 那如果你本身又有这个体质 那就是A加B 对加成上去了 嗯哼哼 所以孕妇其实是其中一个 很高风险要注意的族群 那有哪些的生活形态是就是很容易 比较容易就是刚刚提到后天的部分 那长期服用避孕药也要小心 哇 这个其实也会跟血栓有相关联 所以就是说在后天的行为上 如果你长期吃避孕药 其实也要注意血栓 哦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刚才讲的 遗传因素是会影响到 对 那如果你有自体免疫的病史 那也要留意了 它跟血栓也是会有相关的 再来就是重大手术跟外伤 哦重大手术外伤 这个血栓你也要特别的留意 所以这几种的族群都要特别小心 门心自问自己要有没有血栓的状况 或增状要特别小心 其实刚刚这样听起来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的 因为动手术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怀孕每个女生都有可能的 那如果你有自己已经有血栓体质 动手术你可以跟医生先讲 哦要先告诉 对 因为毕竟是一个手术 你毕竟会有大量失血的状况 了解 所以本身有没有血栓体质也要特别注意 要跟医生先沟通 哦 对 所以有什么样的案例吗 因为我知道其实台湾是不是有发表过 关于血栓相关的研究 对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血栓跟遗传有关 那相对于就是基因嘛 对 那这一次的华联申请的血栓基因检测 那我们实验这个十一大的基因 其中有个基因蛮有趣就是在台湾 的一个研究发表 曾经发表过就是500多个受册的当中呢 有将近超过46%的人呢 有FGA这一个基因的缺陷 就是算这个基因缺陷这样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台湾的比例还蛮高的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这个血栓基因 有没有缺陷好像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但以台湾我们台湾来讲的话 这个数字其实就还蛮高的 所以我们一般健康的人都会觉得 基因缺陷没我的事了 对 离我很远很远 其实没有一句这个受册者 研究发表的话 哇等于是相近二分之一 就是我们两个可能就有一个 有这个基因的缺陷对不对 没错没错 而且最近前一阵子 Lancet这个医学期刊的子刊 Eclinical Medicine 他也曾经发表就是 如果你有血栓又感染COVID-19 你的死亡是一般人的一倍 如果你有血栓又感染多出一倍 所以血栓真的是不要轻忽他 所以其实血栓真的不能够轻忽 那据刚刚讲起来 遗传就是他是会遗传的 那也就是跟基因有关 那意思是说血栓体质可以透过血栓基因检测来得知 来预知风险对吗 Jack 没错 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来检测 透过基因检测 那这个检测我们是采取口腔黏膜 那就可以来检测11大凝血基因看有没有缺陷了 那基本上如果你有血栓病史 糖尿病自体免疫的 还有重大外伤的或者是孕妇 肥胖吸烟后天高危险群的 我觉得都要或是久坐工作者 问讲空姐位姐都要关心一下自己了 可以刚刚讲到说像久坐工作者这种 就是不代表他一定有这样的基因 只是说因为他现在后天的环境 对于血栓其实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正建议他们提前的去做这样的检测 因为后天的行为也是会诱罚的 所以就是刚刚提到说基因检测的部分 对所以就是我们这边是透过 11大凝血基因的检测 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也就是 这边就是可以看到如果有红字 上半部就是眼睛下半部 就是后天行为的一个问卷分析 两边交叉比对就变成一个分数值 可以看到右下角有一个bar 有一个柱状的分数 然后分数如果你是超高风险 或者是高风险那就要注意了 那就赶快要去找医生自选了 哦那这边有提到说 11大的基因 这六个基因非常重要 如果这六个基因有一个缺陷 其实就要赶快做遗传咨询找医生了 所以这左边六个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然后包括凝血的这样的一个因子 还有抗凝血蛋白 还有抗凝血酶 这几种基因都相当重要 所以左半部相当重要的基因 那右半部这边大家刚才看到 我们提到的几种基因的形态 也是相当重要 但是左半部真的如果你有红字 就要特别流行了 所以其实左边等于是他权重比较重 对不对 可以这样讲 相对比较重要一点 对对对 那这样我们要做这个血栓的基因检测 要怎么进行啊 嗯那也就是说 现在大家都自从大家做新冠快塞 自己都会买这个快塞剂 快塞剂剪帮自己使用嘛 应该都不陌生 那我们的方式其实可以做居家裁剪 那你只要就是他就是个裁剪棒 但是是从你的口腔两边 口腔的粘膜各刮20下 然后放在我们的这个试剂当中 那把那个试剂寄回来 那我们10天就会出基因检测报告了 哇所以其实可以居家做这样的裁剪 对对对 然后再把裁剪后的这个sample寄回来 那我们10天后就出报告了 这其实很方便 因为一般人会以为说 哇我要做血栓基因检测 听起来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我一定要去到哪里 然后去抽血去干嘛干嘛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其实会觉得啊 慢点再做不急了 这样其实是可以做居家裁剪 其实可以做居家裁剪 所以就是说这个服务 其实让大家也便利许多 那10天就知道自己的状况 做一个参考 而且刚刚提到说是口腔的粘膜是不是 对口腔粘膜 就是不用自己搓血什么的 不用不用 千万不行就是 不能自己抽血 对啊就是口腔粘膜的裁剪 割20下然后放在这个试剂里头 试剂里面 OK 那听起来比快筛更简单 因为快筛要捅鼻子 我想大家慢慢也熟悉 这样的一种 居家裁剪的工具 应该不陌生了 应该不陌生了 那在收到报告以后 我想请教一下 如果报告里面有红字 我真的很危险怎么办呢 对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小画面的视窗里面 我们验识一个基因 那左半部刚才红色的几个基因 六种基因是很重要的 F2 F5 THBD PLOC 还有这几个基因呢 如果有个报告 这左半部出现红字 那你就会被 在我们的报告的判读上 会被列为是高风险 高风险族群 就是超高风险 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就是 你还是要找医生 然后去挂号遗传咨询 挂号遗传咨询 那由医师来进行评估 要不要做下一步阶段的检查 那下一步的检查 有各式各样各种的 那医生这边会帮您做 进一步的临床的诊断跟建议 所以我们建议你 如果有这样的话呢 还是要找医生来做评估 那要找遗传咨询师了 所以不用太紧张啦 就是还是让医生来评估 因为你的可能 每一个的状况又不太一样 那今天谢谢大家的时间 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在这里 跟大家说午安咯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